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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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跟这个投资它原来在账上的成本相比 可能会多 可能会少 那么这个呢 就牵涉到损益了 那么如果卖的价格呢 比账上成本高 那么这个就是利益 或者呢 称为利益的 那么如果卖的价格呢 比账上的成本低 那么这个呢 就是损失 但是不管是利益的还是损失 只要是卖出去就是收钱 就是现金流入 那么老师呢 还是一个一个用例子来跟同学们说明 这样呢 同学们应该比较能够了解老师说的 那么现在呢 就来看第一个例子 他说呢 处分一部账面金额25万的自由机器 结果呢 产生处分利益5000块钱 他问说 这个投资活动呢 他是现金流入还是流出 那么金额是多少呢 老师刚刚说 只要是卖出就是现金流入 所以呢 这个题目呢 它一定是现金流入 那么据金额呢 这个才会用到所谓的损益 那么如果是损失的话 就是卖的价格呢 比账上的成本低 那么如果是利益的话呢 就是卖的价格比账上的成本高 那么这个例子呢 它说它是处分利益 就代表它卖的价格呢 是比账上的成本高 所以呢 我们就把账上的成本25万 再加上处分利5000 答案呢 是25万5000 这个呢 就是它买出去的价格 也就是它实际收到的钱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 它说 处分一部账面金额25万的旧机器 结果呢 产生处分损失5000块钱 他问说 那么这个投资活动呢 它是现金流入还是现金流出 那么金额是多少呢 那我们刚刚说 只要是卖出就是现金流入 所以呢 这个题目呢 它一定是现金流入 那么金额呢 因为这一题它说 它是产生损失5000块钱 这就代表卖出去收到的钱 是比账上的金额来得少 所以呢 它收到的钱呢 我们就可以拿账面金额的25万 再扣掉 处分损失5000块钱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了 答案呢 是245000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例子 他说 处分一部账面金额25万的旧机器 结果呢 收到现金24万 他问说 这个投资活动呢 它是处分利益还是处分损失 那么金额是多少呢 那么这一题呢 就跟前面不一样 他直接说 他有收到现金24万 所以呢 它一定是现金流入 但这一题他问的是 用24万卖出去 它是赚还是赔啊 那我想这个问题呢 同学们应该很容易就能打出来 那么因为账上成本是25万 结果呢 卖了24万 那么当然是赔啊 那赔多少 赔1万块钱嘛 没错 同学们应该都会 那么老师举这个例子呢 而且直接把卖多少钱告诉同学们 同学们就会了嘛 所以呢 虽然是赔1万块钱 也就是我们题目上常常看到的 处分损失1万 但我们还是收到钱嘛 所以呢 它还是现金流入 那么利益的损失只是 收多收少的差别而已 那么再来看第四个例子 他说 处分一部账面金额25万的旧机器 结果呢 收到现金25万8千 他问说 这个投资活动呢 它是处分利益还是处分损失 那么金额是多少呢 那么这个呢 就跟前面第三个例子一样 他也直接说 他有收到现金25万8千 所以呢 它一定是现金流入 那么这一题他问 用25万8千卖出去 它是赚还是赔啊 我想同学们应该也能很快就打出来 那么因为账上成本的是25万 结果卖20万8千 所以当然是赚啊 赚多少呢 赚8千嘛 没错 的确是赚8千 那么老师举这四个例子的目的呢 就是要跟同学们说 利益或者是损失呢 都是交易金额跟账上的金额呢 做比较厚的结果 它本身并不是真实的现金流量 所以呢 这些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呢 如果是采用直接法的现金流量表 它是直接出现在投资活动现金流量那一节 它不会出现在营业活动现金流量这一节 但如果是采用间接法的话呢 它不仅仅会出现在投资活动现金流量那一节 它也会出现在营业活动现金流量这一节 那么因为间接法呢 它是从本期随意开始调整一次项目 直接把它变成营业活动的现金净流入或是流出 那么处分利或处分损失呢 会出现在综合损益表营业外收益费损那一节 那么利得呢是加项 损失是减项 那么会被加上去或是扣掉 所以呢 现在要把它转变成现金基础 就要把这些根本没有现金流量E的利得跟损失冲掉 所以呢 利得要减损失要加 那么老师怕有些同学呢 对于老师说的还是不懂 所以呢 老师用举例 而且用直接法间接法并列的方式 让同学们明白老师说的到底是什么 那么现在就来看这个例子 他说呢 处分一部账面金额25万的旧机器 结果呢 产生处分损失5000块钱 那么如果是执持法的话呢 老师说 营业活动现金流量这一节呢 它不会出现任何跟这一笔交易有关的东西 但是呢 在投资活动现金流量这一节呢 它会出现一个处分机器现金流入245000的叙述 那么现在再来看看间接法 那么间接法这一边呢 在营业活动现金流量这一节呢 本期尽力的调整项 它会出现一个处分损失5000的加项 那它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在计算本期损益的时候呢 被扣掉的损失把它冲销掉 然后呢 它在投资活动现金流量的这一节呢 同样也会出现一个处分机器现金流入245000的叙述 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例子 它说 处分一部正面金额25万的旧机器 结果呢 产生处分利3000块钱 那我们刚刚说 如果是直接法的话呢 营业活动现金流量这一节呢 它不会出现任何跟这笔交易有关的东西 但是在投资活动现金流量这个部分呢 它会出现一个处分机器现金流入253000的叙述 那么再来看看间接法 那么在间接法这一边呢 在营业活动现金流量这一节 那么本期尽力的调整项呢 它会出现一个处分利益3000的叙述 它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在计算本期损益的时候呢 被加上去的利益把它回转掉 然后呢 它在投资活动现金流量这一节呢 同样也会出现一个处分机器现金流入253000的叙述 那么看完这两个例子 在开始解题之前呢 老师还是要跟同学们讲一下 有关投资活动现金流量文字叙述的问题 那么投资活动现金流量的叙述呢 跟先前营业活动现金流量用的叙述不一样 它都是用交易本身的名字 比方说 购置机器设备 处分办公设备 或是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等等 它不会用什么什么增加 什么什么减少 或者呢 是什么收线数 什么负线数的名称 它都是直接用交易本身的名字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做题目了 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题目 它说 龙华公司在X8年有下列交易 1月12号购置土地550万 5月20号处分一部机器 那么已知这部机器的账面金额呢 是42万5千 那么处分这部机器呢 产生利益1万5千 那么9月28号处分一部卡车 已知这部卡车的账面金额呢 是33万6千 那么处分这部卡车呢 产生损失3万6千 那么11月12号处分一套办公设备 那么已知这套办公设备的账面金额呢 是6万5千 那么售价呢 是7万2千 那它要我们分别用直接法跟间接法 针对上面的交易编制部分的现金流量表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题目应该要怎么做呢 那么这一题呢 因为要编表 所以呢 我们就先把表头写好 那么首先呢 是企业名称 龙华公司 再来呢 是报表名称 现金流量表 再来呢 是日期栏 我们这一题呢 是X8年度 接着呢 我们就来写下面的内容了 老师呢 就直接用直接法跟间接法对照的方式来做这一题 这样呢 同学们就比较容易学会了 那么呢 在做题目之前呢 老师要先跟同学们讲一个原则 这样呢 同学们就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那就是 我们看到每一个交易呢 我们要先判断它是现金流入还是现金流出 它会不会牵涉到损益的计算 金额是多少 那么现在呢 就来看看第一个交易 那么他说呢 购置土地550万 那么买土地当然是要付钱给对方咯 所以呢 他一定是现金流出 那么因为是买进来的关系 所以呢 他不会有损益的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写现金流量表了 那么如果是直接法的话呢 就是直接在投资活动现金流量这一节呢 写购买土地现金流出550万就可以了 那么现金流出记得要带上括号哦 那么在现金法这一边呢 因为没有损益的关系 所以呢 也跟直接法一样 直接呢 在投资活动现金流量这一节 写购买土地现金流出550万就可以了哦 那现金流出一样要记得带上括号哦 那么接着呢 再来看第二笔交易 他说 处分一部机器 那么已知呢 这部机械账面金额呢 是42万5千 那么处分这部机器呢 产生了利益1万5千 那么这一题呢 是处分机器 那么卖机器呢 就一定会收到钱 所以呢 他一定是现金流入 那他说 卖机器呢 它产生了处分利益1万5千块钱 那么因为处分损益呢 我们是拿出售的价格扣掉账上的金额 所以呢 如果是正数的话就是利益 如果带上括号就是损失 那么这一题他说有处分利益1万5千块钱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套公式 那么算出来的售价呢 就是44万 那么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卖机器收到的钱 因此 如果是直接法的话 营业活动现金流量呢 不会出现任何的资料 那这一笔交易呢 会直接出现在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那一节 它会写 处分机器 现金流入44万 那么在政阶法这一边呢 同样的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那一节呢 也会出现 处分机器 现金流入44万的叙述 但是在营业活动现金流量这一节呢 因为处分利益1万5千有被算进本期损益 所以要把它扣掉 因此呢 在营业活动现金流量这一节 会出现本期净利 扣掉一个处分利益1万5千的叙述 那么加上负号呢 就是减的意思 那么再来看下一笔交易 它说 处分一部卡车 那么已知这部卡车的账面金额呢 是33万6千 那么处分这部卡车呢 产生损失36万 那么这一题呢 也是处分 那么卖卡车呢 就会收到钱 所以呢 它一定是现金流入 那么他说呢 卖卡车呢 有产生处分损失36万 那么因为处分损益呢 我们是拿出售价格扣掉账上的金额 所以呢 如果是证数的话 就是利益 如果是带上括号的话 就是损失 那么这一题呢 它说有处分损失36000块钱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套公式 那么算出来的售价呢 就是30万 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卖卡车收到的钱 那么因此呢 如果是直接法的话呢 营业活动现金流量呢 它不会有任何资料出现 那么这一笔交易呢 会直接出现在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那一节 它会写 处分运输设备 现金流入30万 那么因为卡车呢 是属于运输设备 那如果同学们要写处分卡车 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么在间接法这一边呢 同样的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那一节呢 它也会出现 处分运输设备有现金流入30万的叙述 但是在营业活动现金流量这一节呢 因为处分损失36000呢 有被算进本期净利 所以呢 要把它加回 因此 在营业活动现金流量这一节呢 它就会出现 加回处分损失36000的叙述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笔交易 它说 处分一套办公设备 那么以至这套办公设备的 72000 那么这个呢 是直接法要用的资料 但因为间接法呢 会用到处分损益的资料 所以呢 我们就先来算一下这一笔交易呢 它是处分利益 还是处分损失 那么因为呢 出售的价格 扣掉账上的成本呢 就是处分损益了 那么如果是正数的话就是利益 如果是负数的话就是损失 那么现在就来套公示 那么72000扣掉65000 我们算出来是正数7000 这就代表是利益的意思 那么现在呢 就可以来写现金流量表了 我们先来写直接法这一边 同样的 营业活动现金流量呢 它不会有任何的资料出现 那这一笔交易呢 它会直接出现在投资活动现金流量那一节 它会写 处分办公设备 现金流入72000 那么在间接法这一边呢 同样的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那一节呢 它也会出现 处分办公设备现金流入72000的叙述 但是在营业活动现金流量这一节呢 因为处分利7000呢 有被算进本期净利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扣掉 因此 在营业活动现金流量这一节呢 它会出现一个 扣掉处分利7000的叙述 因为加上负数呢 就是减的意思 以上就是老师针对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所做的说明 老师希望同学们能够仔细的聆听 老师祝福各位同学加油